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回来啦 因为我上次做的Vlog了 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 人家就会问嘉宜 下一次你应该去哪一个地方 因为上次我去的是K.O.O. 这一次我就要坐飞机 而且我的小助手 他不要跟我去 所以我今天 今天是12号 所以我明天13号的时候 要自己一个人堵持的前往 所以他跟嘉宜定了三支标 这次我们是出国 我们需要是稳来 所以我们今天这三支标 都是属于一个比较特别的功能 所以我中间我会放一个视频的时候 我会给你们解释一下 等我明天到9天的晚上的时候 我会给你们解释这个功能 到底是怎样去操作 所以今天这三支标 就是我要去文莱的一个任务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会去三天 所以顾客 本来我是去一天 可是顾客就觉得 你去一天不会赶紧不要来 所以他的要求 我们讲去多久一点 所以我三天都会在那边陪他 所以我们这三天 就是去跟这个 Bladder面交 所以我们就期待一下 我有什么好的地方 都拍给你们看 OK 所以我们明天就会出发了 所以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 我们明天见 我现在好像还是没有睡醒的感觉 但是我是醒了啦 现在也是精神冲啊 今天我就要7点 从这里 油后出发 去到KL机场了 过后才飞文带 所以我们今天就 Let's go 我现在到了KLIA这边 大概11点才到我朋友家这里放车 然后现在我要去这个机场 距离大概1.5公里 但是我现在看了 我叫的车 我在GRAP里面看的是30块 我想要静静而已 要30块 这个油费 我朋友告诉我 是讲说 在机场附近都是 价钱都比较高 所以现在我叫的是AirAsia 不AirAsia就便宜一点 AirAsia大概是25块 所以静静而已的地方 现在要25块 现在消费真的是特别特别高 现在在等着GRAP 如果它来了过后 我们就过去了 OK 等下我们机场见 十分钟多的路程 花了25块 现在我已经到KLIA 而且我是第一次自己一个人坐飞机 所以 有点紧张 所以我先去看一下我的行程表 MING 是 MING MI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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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充电左右 而这个技术跟以往的机械表有不同的地方 它是以高频率的震动产生电量 所以我们讲的这支手表也被称为anotronic 也是它只有这个品牌里面才有的技术功能 还有很多玩表的兄弟们可能就觉得这支手表的特别才会去欣赏 所以我有几个顾客他们都是收一整套的每一个颜色 因为本身技术我已经喜欢了 对我来讲我就非常推荐给大家这种独一无二的一个工艺 手表还是要看个人本身的喜欢 像我这一次来的这个文台顾客呢 他是特别喜欢这种风格的 所以他在最新款出的时候他就更加一定了两笔 而且今天还有另外他加多一颗玫瑰金的他也没有过 他拿到的时候都非常满意 所以总结呢 喜欢表的人还是特别多的 只是你要用心的去推广这一些比较特别的技术 就让更多的人能够去发现这一支手表的品牌的一个特别地方 这次的旅程是我们已经约了三次 可是都不成功 而这一次是刚好他也买了三支表 我再特地来到文来的这个地方来跟他面交 也非常开心是得到你们的一些支持 而这一次是我第一次来到文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文来的这个地方是真的特别好 他跟Danny分享这里的一些人民该有的福利 都是特别特别的好 他有跟Jay讲做政府工作呢 他也是有特别好的服务跟待遇 而且你在这里读学校都好 都会有奖助金 每个月都会给你三百块的文币 所以换到马币也至少也要一千多块左右 不过这里的生活跟马来西亚是非常接近 不过这里的酒店是真的非常壮观 如果你可以看到我 我有拍给你们看得到他们的这些设计 而我听说每一个酒店里面的这一个水龙头的这一些设计 都有镀金的一个颜色 听说是真正的镀金 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个酒店给我的印象来讲的话是非常豪华 奢华 我觉得是真的如果你有来文来的话 一定要来这里住一住 感受一下这里能够给你带来一些气氛 也非常感谢顾客花了这两天三天的时间陪Jay 能够到处跑跑 吃吃喝喝 跟介绍就很像这里的导游一样 我们就感觉好像真的认识很久的朋友 所以我说我朋友 MIFIELD 都是我的朋友 都是我的兄弟 也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 才能够让Jay能够可以有坚持 跟动力 所以下一次想看这的时候记得很甜 Waybe this is where I fall Yeah this is where I fall You get over it I never wanna give out big love But then you can say when my mind fade up so true You get over it You get over it I never wanna give out big love But then you can say when my mind fade up so true